徒弟们 如今经济不景气 咱们得向哲赚点钱 没钱连金都取不到 师傅 取金不是免费的吗 就你机灵 这一路上吃喝不得花钱呢 吃喝你也没花钱呢 不都是靠花园吗 还敢顶嘴 大师兄少说两句 师傅说的对呀 他这肥头大耳的哪想要饭的人呢 我有音言 诸位静听 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 光靠红口白牙很难骗到钱 想赚钱咱们必须得上点才艺 哦 莫非八戒一有两侧 师傅 你糊涂啊 有猴哥在 你何手赚不到钱 大师兄这一个筋斗十万八仙里的 送快递肯定没问题 少师弟眼界打开一点 这么大本事拿来送快递 这不是捧着紫金钵鱼要饭吗 那八戒的意思是 这样 我给你们弄面罗选 现在你们就可以摆摊耍猴 这他们还不如送快递呢 师傅 你想啊 哪只猴有猴哥这么好耍 到时候生意肯定火爆 而且猴哥同皮铁骨 还能顺便表演个胸口碎大石 咽喉顶腔枪 金钟罩铁衫 那要这么说的话 八戒你也别藏着掖着 你这一身猪皮也可以表演个下游锅 别闹 我怕烫 大师兄说的对啊 二师兄你就别心虚了 你怕烫又不是怕死 死猪不怕开水烫 那就这么定了 你们白天卖艺 晚上给我送快递 好 我也要参加吗 多新鲜啊 你们不把自己当人 我可是对你们一视同仁 对了 白龙马也要参加 我可不嫌合你们这些破事 你给我想好了 不参加可没饭吃 我他妈吃草的 师傅 这些都是后话 眼下肚子饿该怎么办 这里离铁扇公主的家很近 他一个人在家甚是无聊 我们可以找他去借点钱 师傅 我去跑一趟 你鸭刚才不是说不参加我们的事吗 你们出这点力不合适吗 铁扇公主喜欢牛魔王 是因为牛魔王长得高 也只有我才能语气媲美 那你也不高啊 各有鞦签嘛 有句成语怎么说来着 牛高马大 我大呀 你这鞦签还挺能当 不成 你去拿谁来当师傅的坐骑 还是俺老猪去吧 人家看得上你吗 你就不能当师傅的坐骑 笑话 俺老猪怎么说也是天鹏元帅 别说是师傅 就是如来也没资格骑我 那谁配骑你 谁也不配骑我 你们不要吵了啦 二师兄 我给你化过妆 你不就配骑了吗 嗯 师傅 铁扇公主怎么说也是我嫂子 还是让我去吧 你行吗你 不行 还是为师亲自跑一趟吧 师傅 你这话说的 你忘了我叫孙行者了吗 行者能不行吗 好家伙 我拿你当武功 你当自己武松 对 臭猴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牛魔王 发生了什么事 上次我悄悄回家 发现你这大徒弟正在和我媳妇亲嘴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呃 这 悟空 快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呃 八戒 你来说说 我说什么 杀师弟 还是你来说吧 大家说的都对啊 我来总结一下 大师兄去接芭蕉扇 众所周知 芭蕉扇是藏在嘴巴里的 现在是流感高发剂 手上多是病菌 所以大师兄用嘴来接芭蕉扇 既省去了多余环节 又减少了病毒传播 如此行为完全合情合理啊 你这徒弟比我那红孩儿还有学问呢 我受勒问一句 你姓刘 你儿子为什么姓红 红刘听起来给力嘛 那也不能把信给改了呀 那你给许个名字 如今经济形势不太好 百业担心 不如就叫牛百业如何